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 Post YouTube的Melody 平時我們經常會說 肌肉對於跳鋪、跳鋪、跳鋪、跳鋪 甚至對於保持自己年輕是很重要的 對於素食的朋友來說 到底怎樣和吃什麼才可以增肌呢? 平時我們經常聽見 大隻佬說要增肌的時候 餐餐都要吃雞肉 早餐又要吃、午餐又要吃、晚餐又要吃 到底是否只是雞肉才可以幫你增肌 如果我是吃素食的話 又怎樣才可以增肌呢? 雖然吃肉的確是可以幫到大家容易增肌 還有可能可以增得快些、增得多些 但是我只是想要足夠的肌肉 可以令到我身體保持著年輕 令到我的關節不用受那麼多壓力 還有在我跳鋪跳和鋪跳的時候 可以有足夠的肌肉幫到我發力 令到我夠力去做些動作 除非你告訴我 你真的想增得像健美先生、健美小姐這麼大隻 否則像我們一般的身形 其實吃素已經可以令到我們有足夠的肌肉 你們可能有聽過 吃素不可以吸收到全面的蛋白質 但其實是因為我們吃素的時候 可能會有偏食的情況出現 例如我們只會吃菜、西蘭花又不吃豆 又或者我們只是吃豆 又不吃菇、又不吃菜、又不吃其他發酵過的食物 所以聽你上來吃素的蛋白質才會比較單一 如果你吃素會吃很多種不同顏色的食物 又會吃發酵過的食物 其實你可以吸收到的蛋白質都是很全面的 而且現在還有一些新發明的植物肉我們可以吃 植物肉是由一些發酵過的豆類和其他不同的豆類 不同的蛋白質去組合而成 所以如果你會吃植物肉的話 其實植物肉是可以提供到很多的蛋白質 通常我們缺乏某一些蛋白質 只是因為我們偏食 吃不夠不同的種類 如果你是吃素又想增肌的話 其實不需要擔心 我們只要肯定自己沒有偏食 其實就已經可以幫助我們吸收到完整的蛋白質了 例如菜有西蘭花 又可以吃果仁 又可以吃狗類 又可以吃糙米 一些五谷類的食物 如果你都想踏出第一步 嘗試去吃更加多素食 但是又擔心蛋白質吸收不足 你就可以放心了 因為你看我吃了素這麼多年 都還是這麼大隻 所以食素絕對是可以提供到足夠的蛋白質 去幫助大家增肌 如果你們都喜歡Melody Post Studio的營養分享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還有按下小鈴鐺 那麼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錯過了 最後就讓我這個素食主義者 跟大家分享下各種素食的營養 去看吧 這樣就好看 好看 好看 然後像小鈴鐺 你們的下角 都要吃到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